再來看到沒戴口罩開罰的案例 那麼高雄市政府呢 九月二十四號就公告了 進到了醫療機構大眾運輸站 需要佩戴口罩的 違反的話 那麼依照傳染病防治法 儲三千元到一萬五千元的罰金 那麼在今天開出了首張罰攤 對象竟然是一個 應該知道這一個規則的 他是一個男性醫事人員 他在醫院執行醫療業務的時候 不戴口罩 被民眾拍照檢舉 最後衛生局出於三千元的罰款 也提醒 那麼上週內流感 門診急診的就醫人次比例增高了 也就是說在公眾場合 民眾應該要佩戴口罩 保護自己跟別人 來到賣場 不少來採買的民眾 都沒有戴上口罩 彼此靠得很近 沒有防護 根據高雄市衛生局統計 上週內流感 門急診就醫人次比例 從百分之五跳升到百分之十八 全國的比例也是上升了 百分之四點八 這顯示了民眾 對防疫態度有所鬆懈 高雄市從九月二十四號就公告 在醫療 長照機構 大眾運輸等場域 都必須戴口罩 否則就開罰 一名醫院的男性醫事人員 被民眾拍下檢舉 在執行職務時 每一規定戴口罩 目前幼兒接種流感疫苗的比例不到四成 中央也呼籲沒有接種 幼兒容易病發重症 高雄市衛生局強調國際疫情仍然嚴峻 民眾應該提高自我防護警覺 進入這些公共場域 務必佩戴口罩 保護自己和別人的健康 華爾西亞馬許文南 高雄報導